看看新闻网 不仅仅是外貌控 更得体现出来一个字就是嫩 你看看现在的买银瓶不打上一个小鲜肉的标签 你都不好意思出来混 于是这小鲜肉就一下子扎堆了起来 想红不吝皮吸病怎么办呢 于是问题来了 到底是要卖帅还是要耍贱呢 在这个男神女神当道的时代 年纪轻且外貌出众的人气男艺人 就被划分到了另一个种类 小鲜肉 李一峰 陈伟霆 马天宇 无不顶着一张俊颜把粉丝们是迷得神魂颠倒 这个时候智力与挖掘小鲜肉的综艺节目 怎么会错过他们 男神女神唱完歌跳完舞 现在就得到了让小鲜肉们杀出一条血路的时候了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 玩综艺咖哪个小鲜肉最胜利 如今明星只在镜头前唱唱歌跳跳舞 似乎已经满足不了见惯了大场面的观众了 任凭你是何等的花美男 多看几眼总会腻 所以这段时间的综艺节目呢 就把重点放到了狂越明星身上 让人能抵得过节目组的百般蹂躏不算什么 能让自己成为没有偶像包袱的综艺咖 才是当今小鲜肉在综艺节目中存活的王道 能吃苦能搞笑 首当其出的就是作品很卖作 但人气一直温温的郑凯 私人定制至青春前任攻略 郑凯出演的作品基本上步步都飘放可喜 他的演技也得到了肯定 这位毕业于上戏的小鲜肉 从前出现在我们面前都是这样的 男神级别的穿搭出没于各大时尚活动 如果你在某个活动看到了他 想到的应该是郑凯绝对是个混时尚圈的演员 尤其是在前任攻略里的角色 油腔滑掉 泡妞游一手 标准情场杀手一枚 男人见的羡慕 与人见的喜欢 你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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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一下感情 联络一下感情 哎呦我去 前任攻略里的 是本色出演吗 没有没有没有 本色会更过分一点 没有 前任攻略其实就是 这是主要是我们导演的思想 我们把导演的 也符合现在年轻人的生活 所以是 是是是一种人 但不是我 并非本色出演 好吧那真实的郑凯又是什么样的呢 奔跑把兄弟告诉了我们 5 4 3 2 开始 4 3 2 开始 5 4 3 3 2 开始 5 4 3 3 3 2 相信郑凯也不会想到 这个他原本可能一心想要编导剪掉的部分 让他一夜爆红 而之前那么多的作品 那么多的演出 原来还抵不过这综艺节目里的一个屁啊 当然 在之后的几期真人秀节目中 他也没有让观众失望 什么偶像包袱 什么颜值 统统统统统扔掉 就是要耍耍剑给你看 就要耍剑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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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给红包 我这就要给红包 恭喜你郑凯 你就是为综艺而生啊 儿童节目组的陈鹤 作为郑凯的好兄弟 他也早就领会到 这扎堆互殴的真人秀节目中 麦帅必定是死路一条 虽说是几年同窗好兄弟 但这毕竟也是竞争啊 耍剑自然是抵不过人家郑凯 那惊鸿一辟 但早被人冠以剑人增称号的陈鹤 还多了一个必杀技 陈鹤标志性卖谋 标总监 这个想不出来这个是你做的 哇哦 真的好棒啊 我要给你点赞 一百个赞 一千个赞 一个赞 没有关系 千万不要这样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长处 就是工作能力超强的 但是我平常比较低调 别人看不出来 两根非常有细的眉毛 再加上永远和编导死缠烂打的功夫 陈鹤用见人增的方式让大家记住了他 再做一点时间 三分钟真的 你给我们的 那我做不到 这样 你给我们观众 展示一下 你们肚子到底有多补 如果确实很补 我可以再给你们放宽 我还得嫁人呢 我是偶像 我是一个偶像 你知道我在菜市场 我怎么 没有联系人了 如果说 郑凯和陈鹤耍剑的方式都太狠 太自残 那小鲜肉们就要另你出路了 与其在节目中被节目组耍得团团转 还不如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小时代捧红了陈学东 但人家上的真人秀 比起这风跑丝名条 好像就太不一样了 拿粉笔当老师 想必是要做鬼暖暖教师的形象了 作为一名实习班主任 每天我都要眼观六路 二金八方 问题是 耳朵 你还好吗 但这回碰到了一群小孩子 再淡定的暖男也hold不住啊 这濒临崩溃的粉色出演 比起和郭敬明剪不断力 还乱的传闻 可是更加的吸引粉丝 演艺圈很残酷 虽说现在依旧是个看脸的时代 但如果耍不了剑 放不下偶像包袱 小鲜肉的综艺之路可不会好走